我看有蛮多同学是零基础的 然后在我上课的话 有两点要去提一下 就是对于那些零基础的同学 不懂的同学就直接敲个一个 不懂的同学你就直接提问 不懂的地方 直接提问 以及不要问与课堂无关的问题 这是我上课之前声明的一个两点 好了 这个地方都能清楚吗 都能清楚 敲个一个我看一下 好吧 我看一下路波已经开了 需要路波的话 都可以加莫莫老师去要一下 像你需要路波的也好 或者是需要一些passen的一个安装视频 安装资料 以及pych的安装视频 安装资料 或者是虚拟机 以及ubon2的安装资料 都可以找莫莫老师去要一下 好吧 然后separamy text的话 这个地方说一下我的一个开发环境 我的开发环境的话 是我用的是一个安装康达的一个解释器 3.6.5版 安装康达5.3 其实核心的话 它是passen解释器 3.6.5 解释器 解释器 这个的地方的话 只要你安装了一个passen解释器 其实大体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我们这一个解释器 然后我用的一个编辑器的话是pych 像有些同学的话可能会用separamy vs code 这些没有最好的编辑器 只有最合适的编辑器 什么编辑器你觉得最用的最顺手的话 你就用什么就行了 只要你能运行代码 哪怕是最简单的 idl1的话都可以 会用到多线程吗 今天的话不会用到多线程 多线程后面的话 你大规模爬去的时候会采集到 那我们因那时候大规模采集一般用是是用sqlip 因为sqlip它类置的是一个斜程 不不仅是多线程 它还是个斜程会更快 好了这是我们课前要讲的 然后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内容吧 我们现在讲一下 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爬的话是今天爬的一个网址比较特殊吧 我们是去爬ip的 并不是去爬我们网页的一个数据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一个西次代理 西次代理现在是改了 这是几个网站 就是他的一些代理网站 先看一下吧 我们需要去爬的一些东西 先看一下西次代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西次代理 像这里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个代理 对吧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人去访问一些网址的时候就就访问的很慢 其实这样的话别人不会封你的一个ip 但是你学爬从你学到后面的话肯定会啊 就是你采集一个网站 比如说你要采集上万条数据 然后你采集上万条数据 你想一下你太快了 可能一秒钟你要采集几十条或者几百条 那样的话别人服务器可能会封你的一个ip 封了之后你怎么办 那么我们肯定是使用代理的 因为你一台机器你访问 访问一万条的话 那么你十台机器 如果你用十个代理的话 那么你就相当于一台机器的话 只访问了一千条 大概是十倍的一个样子 这是我们采集代理的一个目的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等一下去采集的一个网址 我们采集代理之后 等一下我们再去验证它是否可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网站啊 这个网址的话 这个网址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爬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去爬它的一个代理 然后爬着一个端口 然后再使用它的一个啊 它的一个ip和我们的一个端口去访问网站 对吧 这是我们去访问的 像我们人的话 直接去访问这一个网址就行了 但是我们代码的话 其实是用我们的一个啊 用我们的一个库去进行一个访问 像我们的一个pass 然后我们import一个request 跟破的request啊 request import request去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我们要去请求一个网站的话 然后我们直接请求这一个就行了 把它的一个网址复制过去 人是浏览器过去访问的 然后我们的一个代码是从这里 request.get 点上get 啊 get我们刚刚其实是看到它其实是有三个参数的 就是它有好几个参数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它get里面有个url 有个我们permis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新兴keywords 像我们的一个啊 haders以及proproxy 等一下会用的一个proxy 还有我们的一个cookie啊 cookie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是被这个新兴keywords去进行一个收集的 这是关于基础部分的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我们传入一个url的话 它最终其实会去请求一个东西返回给我们啊 返回给我们之后其实是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收集一下 就是它最终会return出来一个东西 我们看get啊 get的话 这里 get我们点进去吧 对 不是这个request 这个地方response 我们看一下这个get 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get里面 其实它会返回这个request给我们 request里面的话 它最终也会返回一个内容给我们 像它返回的是这个request 然后点上我们这个内容 看这里面的话 它最终是啊 这个是最终返回的是一个iesq给我们 其实这个iesq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对象 就是最终它会把这个对象返回给我们 返回给我们这个response 返回response之后 我们把它给打印看一下 然后print我们的一个response 直接打印吧 直接打印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response 点503 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这个地方 默认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见的最多的 其实是一个200 这里为什么会报一个这样的错误啊 因为本本本身的话 别人就是做这种代理服务的 所以他对一些反爬的话 其实是有做的 像我们这种直接请求过去很多网站 它没有一个反爬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网站都能直接去进行一个采集 但是更多的一些网站就是一些信息稍微值钱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猫眼猫眼他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一个评分 以及我们淘宝 淘宝他的一些留言记录 包括京东上面的一个价格以及评论 那些内容的话 他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处理或者是有一些加密 像这些我们学习过程中学到后面肯定会遇到 所以我们今天来解决一下这一个问题 一个伪装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得到的是一个503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浏览器得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给刷新一下 这你要推出一些东西 有一点点烤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点到一个network就好了 点个点到network之后清空一下 清空一下network是我们的一个网络请求的 就是发送一个网络请求之后 这里可以显示我们所有的一个数据 我们这个地方来分析一个东西 分析这个1 我们看一下他这里面是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放的是response上面的 response上面他会返回公门 文件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但是我要看的并不是这个 我看的是一个headers headers里面的一个内容被我们称之为一个响应报文 就是最终的话 不管我们点什么还是操作什么 最终他是发送这个响应报文给服务器 服务器接收了这些报文之后 然后去里面解析 然后得到数据 然后再给我们去进行一个返回 我们看他在这里面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里面的话 他其实是有三个部分的 一个generate就是他普通的 像我们这个地方普通的 就是请求的这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请求的方式是一个get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get 而不是post而不是delete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get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使用的是一个request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view一个post啊 view一个post的post的 post的话是我们解析 这个地方看的就是我们服务器发送出去的一个内容 他其实是把这个请求报文给发送出去的 但是这一种的话啊 关于这个请求报文可能有很多同学看不懂 所以我们也不去看他了 因为讲起来的话 就很多同学可能不清楚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类似我们pass里面的一个字典格式 对吧 看起来就轻松多了 比如说这个啊 user agent user agent user是用户的一个意思 agent是代理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用户代理 呃 用户代理是什么意思啊 像这个modera这这一串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啊 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啊 可用浏览器 像这个地方可用浏览器 以及我们浏览器的一个版本 这个内容其实是给服务器告诉服务器 我们是什么浏览器发送过来的 然后服务器好啊 好发送信息给我们去进行一个看 好做一个适配 因为啊 有时候你会你用360 或者是用一些的搜狗浏览器 你去访问一些网页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网站 你访问进去的话 它是一个页面是乱糟糟的 对吧 全部是乱的 因为他可能没有适配你的一个360 哎 那样的话你发出去 那么你那里的话可能是一个360浏览器 然后加上它的一个版本 啊 这是我们这一个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记住这个ua就行了 代表我们是浏览器 对吧 这位同学提了问题 暴文性感 暴文 那个暴文不是这个暴文 你一看就是学习不认真 可能是没有见过这个 还没有接触到这个 这个叫做一个请求暴文 其实它暴文分为两部分 暴文 啊 还有一个是响应暴文 请求暴文和响应暴文 它总共是构建了我们的一个http协议 啊 http协议是什么吗 如果你们去找爬虫工作的话 面试官基本上百分之百会问的一个东西就http协议是什么啊 像这个http协议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了 像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宝 包括你的一个身份识别会画是会画吧 会画保存以及你的一个cookie设置 其实它全部是设置在我们的一个是在http协议里面去进行一个构建的 所以懂这个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把你禁言了 到时候你又你又把我给带偏了 到时候我讲课 我上次就感觉没有讲好啊 真的 你你闭嘴少说话 这个地方我们看吧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请求的话是一个503 但是我们这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页面是给的是一个200 200的话代表我们这一个页面是请求成功的 像200这个内容被我们称之为一个 状态码 状态码 状态码的话我们看百度百科的句话 如果你们有有代理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的话 比百度百科写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更标准一些 像这些状态码其实是有很多信息的 像你们爬虫 可能你们你们学的过程中 可能就只接触了一两个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200 以及我们的一个404 有有404还有我们的一个503 像我们的一个503 这个503是什么 像我们这里就给我们报的一个503 对吧503 像这里的话 别人就直接告诉我们了 这个503是一个service 这个地方是服务器的一个错误 服务器网关它的一个错误 然后啊 这些错误的话 其实都放在这里了 所以你们学的过程中也不用使劲 因为其实去看一下百科 或者是看一下维基百科就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状态码信息啊 这个地方有接触过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我看有多少同学接触过这些东西 有接触过也有蛮多同学没有接触过 这个是如果你学爬虫的话 很多很多新手可能会忽虐一个问题 就是我学爬虫 我只要我只要把网页的一个数据爬下来就行了 没必要去管管他这些状态码是什么 以及他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像如果你不清楚这些状态码的话 假设你有一天你遇到一个错误 你根本没办法去排查 因为别人已经告诉你错误在哪里了 比如说这个503服务器错误 服务器网关错误 你死磕你的一个URL这些东西没有用 还有一个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404错误 还有我们403错误 403服病的 就服务器直接把你给禁止了 可能封IP这些什么东西 他就直接给你报个403错误 那么你再怎么去请求你都没用 因为他把你IP给封了 这时候唯一解决的办法你就是换IP嘛 然后我们这个404404的话就是没有找到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是 你网页的一个路由器出现了一个错误 你所以访问不到 还有我们的一个443 443错误最近也遇得比较多 443的话是我们凝结的一个问题 因为443是https用的用的一个端口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吧 这个地方扯的是稍微有点多了 我们不管它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我怎么去解决这个40500503的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看它的一个response 点上一个headers 既然它有请求报纹对吧 那么我去看一下它请求报纹的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查看请求报纹 报纹中 哈德斯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啊 这里的话是 noheaders h1啊 第1啊 这个地方是request 瞧错了 不是request词是request request和我们request词是有区别的 像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有一个useend 然后有一个passing-request 这个地方当然只能防一防新手 但是防我们这种老手的话 基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这个地方它给一个useend 然后它能识别你是passing的 因为我使用的是一个request库 以及passing-request库 然后我使用的是2.18版本 然后后面的我们不用管它这个地方 既然我能找到是这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是我们我们从浏览器请求过去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ua 因为那么如果如果我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那么我要去替换掉这个东西 把这个useend给它换掉 然后我该怎么换掉换掉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打印的时候是从headers里面打印的 而且我们是从request里面去进行一个替换 对吧那么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个替换 因为get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啊 我们打印一个request 它会从headers里面去打印出来 这个地方我带你们去看圆嘛 其实我们这个get去请求的时候 它里面请求的话 其实请求的是这个request 所以我们打印的是这一个东西的 那么我们要去改怎么办 我们也去改这个request 我们看一下request里面有什么参数 这个地方有个星星keywords对吧 星星keywords里面有我们的一个headers 看到没有headers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所以我们只要改掉这个headers一个参数就行了 所以我们给它去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headers headers等于一个内容 等于一个内容 因为我们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字典参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内容给丢进来 这个直接丢进来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字典的一个类型 所以我应该用字典的一个方式 给它给进行一个传递 前面是我优胆典的 后面是我的一个mojira 然后把它给换行一下这样好看一些好吧 然后因为这里是一个字典 我也把它弄得好看一点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 换好吧 这个地方还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规范一下 这个地方headers的话 像这个headers是我们这个最终的话 这样敲的话可能有些同学不习惯 但是为了方便你们理解 我就直接这样敲了 或者把这个headers我们可以丢到上面去 丢到下面不行的话 我们丢到上面去 这里我们去给一个参数就好了 headers 等于headers headers等于headers 然后我们给它运行一下 run一下 我们现在再去打印看一下 现在打印的话 它就是一个200的 对吧 200是成功了 我们改变的是这个useend 然后useend 其实就把我们的一个爬虫模拟程浏览器 告诉他我们是从浏览器过来的 然后让他把数据证实一个数据给我们 然后这里返回的是一个200200端口 其实就访问成功了 啊 关于这一点啊 能听懂的同学敲个1给我看一下 好吧 不听不懂的 或者有问题的同学敲个2给我看一下啊 有问题的提出来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请求报文的一个一些内容 123456听不啊 听不懂的 蒙蒙蒙懂懂的同学敲个2给我看一下 其他啊 不清楚是什么情况的同学 请听个三个敲个3给我看一下 都能听懂 基本上都能听懂 啊 这个地方 奥德奥德同学还是不是很多 奥德同学没几个 啊 其他同学是睡着的吗 睡着的同学醒一醒 我们还在讲课 刚刚那个headers 获取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 啊 获取通过什么方式 你这个你要获取是什么的吗 啊 因为我获取的是一个请求报文的 所以我要的是一个请求报文的一个headers 其实response是一个响应体 他也有响应报文 我没有去获取他报文里面的一个信息了 所以我没有去弄他了 关于这个内容的话 我不太不太清楚 你具体问的是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圆码 或者是寻求他的一些内容 这个地方既然我们已经请求到数据的话 我们去把里面的一个东西给打印一下吧 我们就不打印他的一个response 我们去打印他的.text 啊 .text是我们的一个文本 等一下我们要去patch的一个数据 应该是从这里面去进行一个teacher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地方其实和我们啊 网页上获取的一个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获取的一个网页 对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仍看到的一个网页 但其实网页这中的一些真正的数据的话 是在我们的一个这个page source sauce page 啊 viewsauce里面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网页返回的一些代码 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容就是经经过浏览器的他的一个渲染 就是他的一个加工之后最后构成了我们这个东西 老师这个请求头啊 什么构成的能不能自己写请求头是是自己写的 你可以自己定义啊 但是他有一个默认的吗 像我们这些酷或者是一些框架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圆码是开放的 就是他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改啊 以及他自定义的时候其实是很自由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get里面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request对吧 request里面他只写的这个get 如果你给的不是一个get的话 你给的是一个post怎么办 我们可以收一下post吗 如果你是收收到的是一个post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post的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put delete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选项 然后第二步选项是我们传入的一个参数 像这个post 他可以传入戴头或者是传入我们的一个节省 还有我们的一个星星 keywords 啊 像这些接口 他是通用的 像我们前面的一个get 其实也是一样 get这里面的话 这个星星 keywords 最终是传到这个request里面去了 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去定义的一些内容的 你自己构建的话 你只要加参数就行了 不需要你从0开始 从头开始去进行一个编写 像这样用起来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只要你去看一下它就行了啊 request是不是调用的url lab request库 它是对url lab库进行了一层封装 你也可以用最原始的url lab去编写我们的一个爬虫 只不过那样会更复杂一些 我们用这个request会更简单一些 因为request它还只是一个基础 你后面去学啊 py spread 或者是scrappy的话 它里面是基于我们的request 还有我们的一个py query 还有我们的一个lxml 还有正折表达式去进行一个封装的 当然它还封装的其他更多的一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简化操作啊 像很多新手的话可能可能会想着 想着我们那种更加基础的一些内容 更加基础的一些内容就啊就就是想学url lab 以及甚至更底层的一些socket通信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其实你们学这种request就行了 因为你要用它会改它 然后你才能去学更多的一些新的知识 如果你直接去学了url lab的话 那你以后学到学到scrappy的话 你可能要花更长的一个时间 这个地方是稍微说了一下吧 有一点点偏题的 我们不管它 然后我们继续看 文本已经提取到了对吧 那么我要去解析你们的里面的一个文本 我要把文本给取出来 怎么去取出啊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这个ip 要的是这一个地址 那么我肯定去请求这个ip 请求这一个地址 啊喜欢我聊天 不要跟我聊天 我还在想课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td td标签的话 我们要提取的是这个td标签 还有这个td标签 啊 今天的话 我不想用不想用正者表示去进行一个提取的 我觉得正者表示提取太笨了 太啊 太笨了 提取的话太麻烦了 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进行一个提取吧 那么我要去提取里面的一个东西 对吧 啊 我现在获取的或者css ok css选择器吧 啊 我们获取的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内容 这种字符串的 它是不贵啊 不规则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数据 因为你没办法去进行一个整理 它是一个字符串 它一串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要去提取它怎么办 我们需要把它 把它变成一个结构化的一个东西 变成一个结构化的话 我这里啊 关于我们学的你们可能在网上看的比较多的 像我们的一个css选择器 以及我们的一个xpass选择器 还有我们的一个啊 正者表示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提取这里的话 我用css选择器去进行提取啊 不是css样式也不是js啊 css样式是也要你选择器选择东西之后 你才能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你js的话 你要去你要去控操作那些东西啊 操作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话 你也要css选择器选择啊 一个空间之后 你才能去进行一个设计 所以你们学的时候可以多去搜一些资料 看清楚他们之间的一个定义 像很多新手在学习内容的时候 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去看清楚吧 像你们学制服串的时候啊 我见过蛮多同学 像我们的一个制服串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制服串的定义 它是一种不可变的一个数据类型 后面的话 我也遇到蛮多同学问我问题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这个制服串 我明明替换掉了 但是它还是没有去进行一个改变 因为在它定义的时候 别人就直接说明了 还有我们的一个字典 像我们字典的话 它是一种key value形式的 以及不重复的可哈西的啊 这些制服的话 可能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你们可以多去注意一些 它的一些定义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啊 我导入一个库吧 导入我的一个purs库啊 这个purs的话 其实是css 是scrib里面的一个response 里面的一个核心组件 所以你们学着这个库以后去学scrappy的话会很轻松 用起来也会很舒服 所以那个什么beautifulsoprlxml啊 其实也可以用 但是beautifulsop 劝你们不要用了 因为那个用起来会比较复杂 那么接下来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结构 结构化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要用purs里面的select 其实是我们啊 scrappy里面的一个select是同一个东西 我首先要把字符串对吧 点text变成我这一个结构 然后我才能去里面去提取我想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一个s 我去先去提取 我们这个地方要提取的是什么 我们要提取它的一个ip和它的一个端口 对吧 我先去提取一下ipsel点上我们的一个css选择器 然后选择器里面去写我们的一个规则 规则的话 我们要去提取的是这个ip 我看一下ip它是属于td里面的对吧 td它又是属于tr下面的 所以我首先的话 tr又是属于我们这个tbody的 然后这个tbody是iplist对吧 所以我根据它的一个id 先去提取一下它里面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去提取它的一个tr 然后我要去提取它的一个td对吧 但是这个td就有点不一样了 它是td的话是我们第二个 这个地方用css选择器不太好 去进行一个提取 因为我们这个tr里面 它是有两个td的啊 这种要尾类选择器 td啊 td用我们的一个chdir 这个地方就不用css 用xpass吧 css选择器不太好提取 用xpass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语言嘛 我要去提取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先把先把这个东西复制过去 复制过去的话 我好去看 在这里检索一下 在这里我首先的话是提取到这一个啊tb件tb的话 这个地方xpass我们去写规则 我要去提取一个tb的 然后tb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它是一个id等于我们的一个这个 这个id等于它这个ip list对吧 这是我们这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 这个地方我们杠 它的不是这个地方是括号里面的 它是at一个 at id等于ip list 然后我们去提取它里面的一个t2标签 然后我们去提取一个td 我们应该是提取第二个标签 然后第二个标签的话 我们提取的是这个然后我们把它里面的一个内容都给获取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ips吧 是我们所有的一个ip 然后把它给 啊 get all一下 提取它的一个text txt 提取它的一个文本 然后点上get all 啊 获取它所有的一个内容 最终把它给打印一下 啊 这个地方竞争奇迹的时候到了 我们运行看一下 呃 运行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直接把我们的一个ip全部给提取出来 对吧 这个地方网页我不用了 把它给取消一下 然后把它给打印一下 啊 这里的话就直接提取了我所有的一个ip 然后我提取ip之后 我还要提取一个东西 我不仅是ip 我还要去提取一个端口 端口的话是一个3 3的话是里面的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一个prts 啊 pulse 这个地方 它是很多的一个端口 嗯 这样的话 我的一个内容也提取到了ip的话 加上我的一个 哎 第二个的端口打印出来的没有 啊 端口也打印出来了 我分为两个去打印吧 这样不太好看 最终的话 我们要把它给一一给对应起来 print print我们的一个pulse 然后去运行一下 这里的话就打印了我们的一个ipip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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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对应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代理就获取到了 但你获取到了之后啊 这个地方都能听懂的 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懵懵懂懂不懂 同学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啊 有问题的同学 直接把问题啊提出来 我给你去解答一下 这位同学转身起步走 这位同学 立马就敲一个二代为飞花市井也都不懂啊 你们哪个地方不懂 可以问出来 你不问出来的话 我也不太清楚 导包 导入的包是哪一个啊 是我的一个pulse库 这个库的话 你可以使用pap需要去进行一个安装一下 这个库 你要pap install pulse啊这样的话 我这里是已经安装好的啊 这个地方敲快了 install啊 敲快了 所以导致我没有弄出来 这个地方 呃 gatall pulse不懂 pulse不懂的话 这我们这节课 不可能会去讲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学 不懂的话 你课后的话 可以去搜一个东西 搜我们的一个css 不是css选择器 选择器 收了css选择器之后 你可以去学习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 pulse的话 它只是一个工具 像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xpass 啊 xpass和css选择器 其实是差不多吧 啊 这个each each的话是一个xpass each它是xpass里面的一个规则 而我们这里也是使用了一个xpass 所以它里面的一个规则是一样的 只不过用的库不一样 像我们一群里面的一个库的话用的是一个lxml库 但是我这里使用的是一个这个库 因为我常用这一个它除了s12的话 你还可以点一个啊 拍块 这个地方是可以写成css 那么你里面就写css的一个规则啊 如果你改成一个爱意的话 那么你就写正折表达式的一个规则 像我们一个库就能使实现三个库的一个功能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去安装三个库 比如说你要你要去安装啊 用each的话 你要安装lxml 你还要去啊 你要用pacquery的话 你还要安装一个pacquery啊 这样的话你还要安装一个正折 要安装三个库 但是我这里安装一个导入一个对象就行了 实力化一个对象 所以主要是简化我们的一些操作 啊 xpass怎么用 xpass你可以去搜一下公开课 我们没有去讲这个xpass的一个用法 因为这些纯啊 纯粹的一些枯燥的知识点的话 在我们公开课还是讲的比较少的 啊 切块 只是一门技术 这个地方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来啊 接块里 拍块里 拍块里是拍块里啊 接块里是接块里 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该头是它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提取的所有内容之后 它只是一个对象 我要用该头的方法 把它的对象去提取里面的一个东西 全部给提取出来 对 这位同学啊 帮我补充的非常好 就是提取标签里面的一个内容 啊 内容已经提取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直接去进行一个 把它把它给合并 对吧 这里我们有一种方法 可以去进行一个合并 就是我们可以for啊 for for我们的一个 ip和我们的一个pot 啊 印我们的一个zip zip我们的一个ips 和我们的一个pot 啊 这个地方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只是你们自己没学而已 只是一个语法堂啊 我们可以把它便利出来 最终打印的是一个ip和一个pot prent我们的一个ip 和一个pot 啊 pot pot 不是pot 这里的话 它就会一一给对应起来 我们应该换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个内容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代理就已经获取到了 对吧 一一对应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我给你们去啊 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zip的话是它类似的一个函数 然后用法的话是固定的用法 所以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理解的 把它给记下来背下来就好了 它的一个zip把我们的一个两个内容啊 从我们的一个横的变成我们的一个竖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打印出来 就是用这个zip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你们考虑一下啊 就是万一我哪一个内容是一个空的怎么办 我没有提取到就没有提取到 就是我一个列表中途少了一个 你们想一下会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就是我这里提取的时候 这个地方假设我少了一个标签 你想想 就我们后面的就整个东西对应的 就会全部给错乱了 所以这种提取方式的话 我不建议 但是我这一课的话 我也不去讲其他方式的 因为更好的方式的话 我懒得去讲了 给你们提提一个醒吧 就是自己 如果没问题就没事 如果出现了问题 你干你清楚该怎么去找问题就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真的 我我在这里免费讲公开课还真难 如果我懒的话我就不会来上课了 两个放在一起提取也不是两个放在一起提取 它是属于一种奥次提取的技术 奥次提取的技术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去进行一个讲吧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提取到之后 我们前面的打印我们就不打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IPPort我们要去用它 因为这一个Patch的一个代理 我们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代理 这个公开的代理 有时候它就是用不上 用不上它的一个内容 用不上它的一个内容 我们怎么办 这个地方 就是它可能用不了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 免费的代理人人都去用 那么你肯定可能会有人一起使用 像这种红线的或者是层线的 其实就用不了 这种就用不了 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些代理吧 比如说我要测试一下这个代理 我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用这个代理去进行一个Patch 这个代理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下这个地方 Print一下 Print 这个代理我们应该去用它 对吧用它 比如说我这个代理 我扒取下来之后 我怎么清楚它可不可以使用 那么我们直接拿它去进行一个请求东西就行了 Print怎么放入一个cell 直接导入 import openpyxl 然后openpyxl 加载一个一个cell文件 然后把数据写进去 然后保存就保存了 不过我说起来简单吧 你自己操作的时候 可以去网上找一些资料去看一下 你应该是 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看一下它的一个内容 我要去检测一下 就是检测一下这个IP是否可以用 那么我要去请求一个东西 对吧 可以用我们就保存下来 不可以用的话 我们就把它丢掉 这是我们Patch的一个代理 然后我们去使用它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检测一下 它可不可以用 就是我们使用它的一个代理 去访问一些东西 能用的话我们就用 用不了的话我们就不用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假设我们访问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代理对吧 代理怎么去进行一个使用 我这里教你们就如何使用代理 我们的一个代理使用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前面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headers参数 对吧 如果你要去设置代理的话 那么你也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request里面有一个 有个proxy的一个单词 这个mys里面有我们的一个 这个proproxy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代理的 就你可以利用这个单词去进这个参数去进行一个设置代理 那么设置代理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定义一个吧 这个地方我们定义成一个代理 代理的话也是使用我们的一个字典 字典 然后根据你使用的一个协议 像我们现在普遍的使用的协议 像我们的一个http协议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https的一个协议的 这个地方我先给一个空吧 然后下面的话还有我们的一个https 因为我们不清楚网站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所以我们把它两个都给加上 这样的话 它可以自动的去进行一个选择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代理就可以弄好 弄好之后的话 这里面肯定要去填充我们使用的是什么代理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填充一下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去加上我的一个代理 像前面的话 这个是我的一个ip 是我的一个端口 然后前面我要去加上一个http 然后冒号 刚刚 然后后面的话要去加我的一个端口 加我的一个地址 加上我的一个ip 然后再去加上我的一个冒号冒号 然后这个地方加上我的一个泡条 啊怎么恢复镜盘或者数据吗 啊 键盘硬盘的一个数据 你直接去找个哎 这个地方 直接自己去下一个滴机吧 滴机 滴机分区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个恢复 这个地方https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代理了 然后去使用它去访问一下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去请求一下百度吧 如果请求百度成功的话 他就会 给我们就这个代理可以使用 如果请求百度不成功的话 我们这个代理就不可以使用啊 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请求看一下啊 怎么加入用户和密码 不需要用户密码 因为我们这种代理的话不需要 如果是其他的话 我这里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没有去进行一个操作 request.get 啊 加ip加代理的话 会有自己的一种方式 其实也不是加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 我们去请求一下百度就行了 只要请求到了百度的话 https 然后 慢慢 啊 这个地方我们去加一个参数proxy 等于我们的一个proxy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用代理 然后我们给个response response 然后这个response 如果它是一个200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ip就可以用 对吧 如果不是一个200的话 那么我们啊 就不可以使用啊 如果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那我肯定会去加上我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地方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我肯定也不会去讲那么多 因为 算了 公开课的话 基本上也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不可能去把很多的把我们vip的或者是一些 我们我们我们靠靠靠那个东西吃饭的东西不可能全部拿到公开课来全部讲吧 这种东西自己也体谅一下我们吧 给他加一下啊 我们去打印一下他的一个print response 如果你想要这些服务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考虑一下vip 到时候这些问题的话 反正私下问我的话 肯定都会给你全部服务好的 这个地方打印他的一个啊 stitucode吧 这个地方stitucode 如果他是等于一个200的话 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对吧 如果啊 不等于一个200 那么我们就失败了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他请求是否成功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他这些东西是否可用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他在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走动 为什么没有走动 因为我们没有延迟 因为你想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一个代理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免费的 那么你在爬 别人也在爬 那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一台一个代理可能同时有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一起在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你这里延迟很久 是很正常的 甚至会给你去进行一个包错 像443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代理错误 就是我们proxy代理错误 他的一个host等于百度 啊 百度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请求百度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包错啊 这个地方 由于临界方在一段时间后 没有正确答复 或者是啊 主机没有反应 尝试临界失败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超时了 因为你很多人同时去临界啊 那么可能就导致你很多人就很多人同时去临界 只能有一个人去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可能你就冲突了 用不了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请求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给他一个check啊 check exception去进行一个捕捉一下 因为他可能会出现错误对吧 所以我要给一个 exception 啊 这个地方我就不不进行详细的一个处理了 其实是我们真正的开发中的话 会进行很详细的一个处理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try exception去行的 因为我们只要打印成功的 这个打印失败的 我们不用 但是直接运行的话 我们还会有一个问题 像这个是没问题的 他打印了一个200对吧 这个steel code成功了 然后他中间还在跑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打印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打印吧 这个地方啊 获取失败 但你不可用 不可用 但你不可用 然后我们把它重新给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以用的 然后不可以用的 他等一下也会打印给我们去进行一个看 啊 这个地方可能延时太长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给他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tangout tangout 我等于一个三秒吧 如果他三秒钟还没有请求成功的话 我立马把它给断开 因为我不可能等太久了 他可能如果三秒以上 他还没请求成功的话 那么他肯定啊 大概率已经失败了 对吧 所以我就等他三秒 就不能久了 这个地方我们tangout等于一个三秒 如果他三秒的话 没有成功 会给我们去进行一个抛出 像这里就不可用不可用 像这个ip 不可以用这个可以用 这个不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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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不断的去往下面走 他到时候这里的话 就会把我们的所有的可以用 可不可以用的一些东西 全部给区分一下 所以我们把不可用的 我们其实没必要去进行一个打印了 因为打印的话 我们也没啥用错 所以我们只要这个有用的就行了 有用的 这个地方不可用的 我们把它给关了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清洗 清洗他的一个时间太长了 这个地方真正的爬的话 最好是开个多线程了 啊 开个多线程的话 采集会快一些 因为你一页 你看他的一个代理 他这里有非常非常多页 他总共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三千多页 三千多页 他肯定里面会有很多可以用的 但是同时会有更多不可以用的 不可以用的东西 你应该把它给清除掉 然后啊 可以用的 你应该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到什么地方 保存到我们的一个文本里面吧 啊 你们觉得现实吗 我觉得不现实 就在就在文本里面 虽然他现在可以用 但是他可能过一分钟之后 又不可以用了 啊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去爬取一些 因为可能你现在不可以用 那么你等一下 你过一分钟之后 你可能又可以用 所以你真正的要去建一个这样的免费的代理词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整个网站给爬取下来 而且不仅是爬他这一个网站 你要爬的是什么 你要爬的是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像网上的一些免费代理的话 他的一个网站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自己想要这些免费的话 那么你只能自己去搭建一个内容 你们只能自己去搭建一个代理词 像这一个的话 代理词里面你可能要用多线程去维护一个对面 当然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能涉及到的 我们继续往下面去讲吧 关于这个地方能懂的同学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 外部渗透 渗透的话渗透不分外部和爬虫的渗透是渗透和你这些没有区别 只不过爬虫的话其实也是渗透 像安全方面也是渗透吧 渗透和爬虫的一个技术到后面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 像你可能新手的话只能去爬一爬网页 但真正的你去进行一个渗透的话 你可能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你逆向抓包 你对http协议你要很熟悉 以及包括他的一个网络链接那一块 你也要很熟悉 所以这些内容的话你都要去进行一个补充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个计算机原理 包括操作系统的一些内容 Ninibus carry 对那些东西的话你都要去进行一个学习 其实如果你学习渗透的话 或者是信息安全的话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慢慢奇修远系 这个地方刚刚能听懂的同学敲个1给我看一下 听不懂的懵懵懂的同学敲个2给我看一下 印尼懵逼的同学敲个3给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听懂了 计算机网络对计算机网络路由交换 以及他那些路由表 他这路由缓存 DNS那些很多吧 思科的一些东西 不过渗透的话 最好是选一个方向 因为渗透它零零种种的话 也有很多像你 像你一些或者是一些工具的一些编写 以及涉及到原理性的一些东西 以及是否学会编 以及是否学逆向 学逆向的话 你是否学加瓦 以及是否学安卓 像那个的话 真的是我感觉 太远了 只有这几个同学懂了吗 其他同学呢 其他同学懂了吗 这个地方怎么只有这么多人 怎么没有人说话 是我讲的不好 还是怎么了 一 就这一个同学们 proxy 两个到底用哪一个 哪个proxy 这个地方 这一个poxies 就用这一个 就用这一个 在吃饭 一边吃饭 一边看我的一个内容 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看人这么少的话 就 就稍微再讲一下吧 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提取的 然后最后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把它给打印出来吧 打印出来 用它去爬一些东西 你不当主播算了 聊天给你 聊天给你 聊天我觉得不行啊 我适合去做技术 其实 别说当主播了 我来直播我都不想直播 其实做技术才是舒服一些的 因为做这种技术的话 像这个代码才多少 这个代码的话 总共加起来不到三四十行码 如果我自己只是单纯的开发的话 我觉得三四十行代码 我可能四五分钟就全部写完了 但是在这里讲课 我要给你去讲一个多小时 我的天 我觉得还要总是在这问你们 有没有听懂 听懂的没有 听懂的同学敲个一 听不懂的同学敲个二 然后我看一下你们 大概接受的是什么程度 然后决定我下一步 是否讲难 是否讲得简单 我觉得实在是太累了 得比这一种 我觉得主播的话 应该会舒服一些 真心 继续 继续讲什么嘛 这个地方的话 按我这一个的话 我也人太少了 我也不太想讲什么 继续讲 继续讲 进入聊天模式 聊天 聊天也聊什么 我不太清楚聊什么 你们聊天的话 你们有人想要学习我们的一个VIP的吗 有吗 有的同学QAE给我看一下 没有的话 我等一下再来问 或者你们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不太想往下面讲了 配合的人敲一的同学太少了 感觉没意义 都感觉不是想听的 你们来这里是不想听的就算了吧 能听得懂 能听得懂 前面敲一了没有 我看一下 你敲一 是敲一了 是吧 有时候确实是在这讲的讲 讲的讲 我都不清楚该怎么讲下去了 看上课人吧 60多个 然后问你听懂了没有吧 就听懂了没有 然后又没人了 不过有需求的倒是有点多 啥时候讲一下GS破解 JS以后公开课应该不会讲了 公开课我们以后的话 针对的可能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课题了 因为JS你 你既然学到了JS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去学一些东西了 因为你已经有 你已经有基础了 你网上的话资料也是有一些的 其实JS方面的 你可以继续往那边学嘛 哪天直播一下 怕教务系统 学校的教务系统好难搞 直播的教务系统的话 我不清楚 课题的话 我没有那方面的一个课题 教务系统 我之前倒是给一些学员解答过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爬虫的一个 他是在学校好像是 学生会的吧 他是维护一个公众号 然后他自己去把 把他的一个内容全部给爬取了 把他的一个 把他学校官网的那些招生的就业的 然后爬了之后发他公众号 原本的话他每天都要去发 然后他写个爬虫 然后每天爬每天定时发 单点登录 这是我们 这一个内容 关于这里 如果你们 要录播的话 可以加一下 如果想要系统学的话 想要系统学的话 想要跟着老师来学的话 可以 加一下这个清风老师 像我们一个系统课程 去进行一个学习的话 其实 反正不管怎么说 把你系统学的话 你可以天天跟我捞课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问我 这种的话 VIP肯定没有 公开课学院肯定没有这种待遇 如果你想天天跟我捞课的话 或者是问我一些技术问题 都可以 进我们的一个系统学习班吧 系统学习班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 就1999 然后最近的话又有活动 活动还可以减学费 像我们的一个啊 最近是不是搞活动吗 这个地方 什么的一个中秋节 就是啊 好友砍价这个地方 这种减学费的一个东西 还是比较少的 像我们的一个点击 以及啊 1999这个优惠 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 可以加我们的一个1999吧 加我们的一个孟木老师 去了解一下这个砍学费的 砍学费一般不会去砍 因为我们的一个价格 已经非常便宜了 你不是劳科行李吧 我现在不是和你在劳科 我现在是在工作 工作的话 是要是要工作的话 肯定和劳科不一样 一般劳科的话 而且我现在不是直播 我是公开课 公开课的话 我的一个任务 其实来上课的话 也带了任务吧 像我们要去讲课 对 孟木老师是一个小姐姐 你可以加孟木老师 去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有些同学可能还不清楚我们的一个课程是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吧 课程的话和公开课的内容还是很 很多的像我们的一个爬虫的一个内容 像从我们的一个基础 基础的话 像前面的可能像一些教务系统的一些登录啊 像你一些网页的一个采集 像我们刚刚那个只是一些静态网页的 像他的一些登录表单 像我们的一个网络通信协议 全部会去讲我们这些内容 像我们的一个request 然后网络请求以及常见的一些反爬超时以及绘化维持这些内容 然后这里的话爬虫提升首先的话就是一个代理词代理词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部分采集 其实我们的一个采集也没去讲到一个多线程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调度器 然后会设置我们的一个评分 然后有些代理不可以用淘汰 然后没有代理去进行一个抓取 像设计一个系统 然后后面的话包括我们的一个Xpass Json 郑德比拉斯 以及我们的一个re css 选择器都会去进行一个讲解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动态 动态浏览器 动态验明解析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Seleno 这种网页去进行一个patch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像这种多线程爬虫 然后还有我们这种反反反怕提升像我们的一个验证码 以及ap抓包像这种js js 你想学js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课程 像后面的一个js 字体方法 不仅是这一些你学完js之后后面的这些高级的你也需要学 像我们的一个scrape 然后scrape框架 然后这种深入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scrape redis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爬虫 分布式的一个项目的话啊 比较复杂了这个地方涉及到redis 然后后面的一个内容 像后面的话 有我们新加的一些内容 像这个的话 我们的一个斜程 斜程爬虫不清楚有多少人听过没有 斜程 然后像我们的一个多线程是很快的 但多线程有个缺陷 它的一个并发速上不去 但是有我们的一个斜程就不一样了 它的一个速度会更加快配合我们的一个代代理词的话 其实可以大规模的去采集数据 像这种 还有我们会去造一个爬虫微框架 就是学这种异步的话 还带你们自己去造一个框架 因为啊 学这种程序的话 你肯定有想过自己去造一个轮子 像你使用一个request库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写一个request库 以及这些功能的话 所以我们会带你去造一个轮子 以及后面的话啊 这个是我们下一期的 我们现在的话是第二期 第三期的话会去加这种爬虫的一个专题 到时候学费的话会上涨 因为这一期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所以你们这一期报第二期的话 其实后后面的话涨价的话 你们还是现在这个1999的一个价格 而且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活动的中秋节 啊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砍价的一个活动 看了我们的一个1999 这一个的话 1999减1999减去我们的1999 减去一个1999 就是我们的一个1000啊 1800 所以如果后面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涨价之后的话 肯定不止这么一点了 啊活 国庆 国庆的话活动肯定又不是一样的了嘛 到时候说不定不会减学费了 可能会送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啊 毕竟学费的话 我觉得还是太上了 1999的一个价格 像学这么多东西的话 已经很便宜了 啊 如果再去弄的话 国庆应该应该价格也涨上去了 那时候第二期应该也不会糟了吧 想一下 现在9月多 10月多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如果啊 像这个地方有同学心动没有 有心动的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 啊 没人敲啊 没人敲 有有有心动的 你可以去加这个老师去了解一下吧 录脸 啊 我这里没有摄像头啊 有摄像头 我给你录个脸也没事 啊 有的话可以去加我们清风老师去了解一下好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我们这些优惠的一个活动 这个课程 我觉得也没其他的一些东西 啊 但是还是不想心动 想心动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想要去学东西的话 肯定要去动手吧 毕竟像你学这个课程的话 某某老师让你心动 某某老师 某某老师没你还是蛮大的吧 啊 这个地方学完的话 找工作的话工资高不高啊 学完找工作的话工资高不高 这个地方的话 你想一下你的一个啊 这是看你怎么来算的 如果你是算投入和回报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值得 像你学完一个系统的爬通的话 当然你可能还需要去补充一些面向对象的一个知识 像我们的一个 拍手 啊 还想听几节课看提他老师讲的怎么样 其实是 啊 这个地方其实没必要 因为我们讲课的话 像我讲公开课 VIP也是我讲 所以基本上啊 VIP肯定会比这个更好的 这种 而且我们VIP的话是从 是从零基础开始去进行一个讲 讲解的 中途的话会去 零基础 然后去讲一些基础 然后从进阶 所以基本上带的话 啊 一步一步来的吧 这个地方 Boss吧 Boss现在比较火 像Boss上面 如果你算一个投入的话 当然这种的话 2000多的一个课程的话 可能会 啊 这种工作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因为你们的一个基础不是很好 时长的话 我比较建议的 其实是一个进阶加上爬虫 进阶的话 可能要1599 然后加上我们一个爬虫1999的话 啊 总共加起来是 啊 3000块钱 因为1999和 1999和1499的话 加起来是3700多吧 然后又一个基础 但是系统的话 只是 是我们的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包 然后最近的话 有个砍价活动 不太清楚怎么算的 但是我建议你们是学的话 学的话是学我们的一个进阶 加上这个的话 你出去就找个工作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真正去搞 找工作的话 你还有Linux 还有我们的一个多任务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函数以类 像我们的一个面向对象 包括他很多的一些内建模块 内建方法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高级特性 这些内容 你全部都是要学的 还有这个数据库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阶 然后加上一个爬虫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应的一个出去找工作 你大概这些知识 我们能应付多少 能能学会多少 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 不是你那个对象 此对象非彼对象 不是 这个地方可能 可能有些同学就想着 一个对象和另外一个对象在一起 魔术方法是面向对象中的其中一个吧 它不是主要的一个东西 那个对象 是我的对象 不是你的对象 你自己想要的话 你可以6一个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爬虫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啊 这个10到15k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需求吗 这里的话 让你开发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系统啊 看它实际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拍审 然后会有一个逆项 JS一个脚本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JS解密 然后会有我们的一个HTP Circle 老师只讲爬虫吗 你报的一个爬虫课程的话 只讲爬虫 但是爬虫课程里面的话 是一个就是你平时学的过程中 你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问 像我们Flask Jungle以及前端的一些知识也在解答吧 基本上老师会的你都可以问 毕竟我们会的没理由不交给你啊 毕竟你是你不像如果你报名的话 你肯定不像这种公开课学员一样 因为公开课学员的话 主要是太多了 解答的话肯定是解答不过来的 所以我们VIP学相对少一些 所以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解答 教不教 所以 上面要求都交嘛 上面的一个我们课程里面的一个要求的话 全部会交给你的 这个课程我们我们毕竟写了 写在这里面的话就全部会交给你啊 这里面写的会交 没有写的你也可以问问的话 我们也会去教 毕竟会的东西没没没有道理不交给你吗 而且 这是我们这一个像这里的话是后续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这一个 如果你想要这个大纲的话 也可以叫我们清风老师去了解一下好吧 想要系统学的啊 叫我们清风老师客服清风老师去了解一下 像我们的一个课程的话也很便宜的三千多块钱 然后可以学这么多人啊 啊湖南人 啊 亲戚老师是谁啊 我没有听说过亲戚老师 清风老师啊 清风客服老师是客服老师 这个我就发在旁边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对比一下 就投入和回报这一块来看啊 前面这一块我们看一下 这个爬虫的一些东西 像这个Linux的其实也是常备的 这种开发爬虫两年的话 其实啊 像我们之前的一个学习的话 就直接找清风 课表如果你想要啊 你自学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要这个大纲去看一下 你可以推断一下 你如果你想自学 你想想学完这些东西 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以及啊 以及需要多长时间去进行一个学习 但是 这个的话你可以去学习啊 像清风老师要一下好吧 像我们这个 内容 以及加上我们的一个进阶 进阶的话 你可以推断一下你大概你自己自学要学多久 其实自学的话 你没个啊 大概一年多的话 你可能下不来 因为没人带你 你很多东西不懂的 你只能去摆住去搜 解决不了怎么办 你只能去搜啊 实在解决不了 你只能放弃 你还不如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啊 像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VIP学员的话 你不懂 我懂 你可以来问我 我随时可以去给你进行解答 啊 自学我估计学到过年学不完 你自学啊 我就跟你稍微说一下吧 你自学学到过年的话 你可能啊 连四分之一你都学不到 四分之一学不到 肯定是学不到的 因为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你学到后面的话 你会越学越难 越学越难 尤其是框架性的东西 像你框架的东西 你要收集资料 然后看懂它第一行代码 然后你才能继续往下看 看一部分 懂一部分 然后又有一部分问题出来怎么办 不懂的 摆住 然后继续去搜 继续去解决 然后一步一步 死科往下走 其实可能就花的时间就比较多了 Ninux 爬虫要做Ninux吗 如果你不想找工作的话 不学Ninux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想找工作的话 百分之百要学Ninux 百分之百的 像我之前出去的一些同学的话 他们现在的话都是用Docker 然后用那些东西去进行一个学 从出生学到现在二十多年 那你PASS还没学好 我觉得你可能要回路重造一下 或者是学习方法有问题 这是关于我们这些 像学的这些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吧 他这些工作 其实长沙的话还好吧 这些工作工资不是很高 一般找工作都是一些严海城市 严海城市的话 他的一个工资会相对高一些 但是工资相对高的话 只有 就像工资高的话 你其实高的话 像你一开始学完系统的学完出去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一开始的话 收工资的话 你收一个PASSM的话 PASSM方面的一个工资其实还可以 高的日花你熬夜加班 其实你熬夜加班还好 像像程序员行业可能是996 但是像你其他的行业 像房地产的行业可能会更惨一些 五加二白加黑的做 别看以前 我觉得之前程序员行业确实闹得很凶 像那种996 其实想一下 除了学生和老师之外 除了政府机构之外 你外面去找工作 很多东西可能不止那么一点时间 但是程序员行业你还好 你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丰富的 一个工资 熬夜加班头发雕光 熬夜倒不至于 像公司的话 现在还是不太可能做出了一种熬夜的 毕竟他也想让你长期给他做事嘛 经常熬夜他公司做得下去嘛 你可能你跳槽你可能加薪 但是公司走那个人 他要重新去招 以及招个人 他可能还要适应一下环境什么的 对比的话 其实很多真正的靠谱一些公司的话 他也不太可能去对一些呃员工逼得太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的一个工资的话肯定还是可以的 像这种一般刚出来的话 或者是培训完刚刚学出来的话 一般只能到这种6到8K 像这种你相对一个2000的一个投入 我觉得啊实在是太低了 2000买个手机都买个手机都不止 但是如果你用来投资自己去学习的话 你出去转行的话 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呃 4K到4.5K到8K吧 然后你后面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8K到10K 啊15K到20K你怎么办 你可以继续往下面学吗 像我觉得 其实有些人可能觉得舍不得 我想企图自学啊 我觉得其实这种人物啊 我觉得其实也是蛮 啊也也是蛮好的吧 毕竟自己想要去学的话 其实主要是想省钱 其实你们可以想去想一下 其实省钱的话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自学的话 我也啊 像很多人都说自学学出来的人都特别厉害一个 其实我也很认同 我也很认同啊 为什么这样认同啊 就就举一个例来说 就比如说我自己我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啊 我其实是自学过来的 我自学了特别久 学了大概两年左右啊 当然是工作学的了 在校期间也没学什么 像我学基础的时候啊 学基础 我那时候一开始自学基础的时候 我东学一下西学一下 这个月学一下 那个月学一下 然后遇到一个问题 不懂怎么办 就我当初那个列表 我学了个切片 我切片光学 光学切片 我大概学了半周 然后把整个列表拿下来 我大概花了一周多 然后我现在来看 我觉得我那时候特别傻逼 为什么 因为因为现在我在我看来 我把列表全部交货一个人的话 我顶多不过半个小时 因为我一节课的话 像我教基础的时候 我列表的话 大概是讲了半个多小时吧 把列表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 因为我特别清楚 列表会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列表的话 它就是一个列表存放数数的 然后列表存放数数之后 它可以去进行一个切片 它除了切片之外 它还有一些高高级方法 像它切片的时候 它可以顺序切 利序切 以及它切的时候 可以分段切 以及分段切完之后 像它有一些高级方法的话 高级方法反正是增上改查 Split是字符串的 不要记错了 像我们列表的话 是一个append delete 还有我们的一个append delete insert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特有的一些用法 关于它每一个东西 你肯定得记清楚这些东西 你在初学很多初学者过 我也见过很多爆了名之后的一个 他们就是学的时候基础 他们只是学了 就单独的学一个列表 就会用就行了 取一个值就行了 但你列表 你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什么 像列表的话 你还有一个高级方法 还有你的一个生前复制 生前复制的话 就设计到我们 涉及到我们一些东西了 申请复制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所以我觉得其实 完全没必要在那些基础的东西 上当费时间 其实像像我们有爬虫里面的一个学员的话 基础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基础不是很好 也没问题 因为有老师在这里 你哪个基础地方不懂的 像经常有同学问我 自幅串怎么处理 自幅串两端会有空格 我怎么处理 我想把一个自幅串分割 我该怎么去进行一个分割 他们直接问我的话 基本上有时候 问多的话 我会比较烦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别人是VIP学员 别人交了钱的 客户是上帝 肯定要服务好 像那种解决的话 基本上也是 就一句话吧 就叫他怎么用一下 如果再困难一点 你就把代码发过来 我给你改一下就行了 这是这个吧 然后这个地方 所以我给那些 像而且你想一下 你省下的这一个时间 就你 我带你去学的话 像这种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省下很多 比如说你要转行 你就是现在你开始学 你打算 进年零底去进行一个转行 你自学的话 你大概至少到明年 明年中学的时候 你才可能想办法去弄 但是我带你去进行一个学的话 你可能大概只要学 总共的话 我们的一个爬充课程是一个多月 然后加起来的话 你可能一个多月之后 你可能就去实行一个转行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提前找到工作的话 其实你学的更好一些 单词很少 单词不多 其实真的不多 我在学的过程中的话 像我的一个进阶课的话 总共是20多阶课 20多阶课 单词能有多少 我每阶课大概学的过程中 我可能会每阶课学10多个单词 每阶课学10多个单词 然后总共是20多阶课 可能是上一个多月 你想一下 每每一天你可能会记多少个单词 以及这些单词并不是让你一次性把它给背下来 其实我们主要是学它的一个代码 然后不断的在学习过程中 我会带你去进行一个使用 比如说这个IP 我在学的过程中 IP是地址的一个意思 然后port是一个端口 IP是地址 port是端口 IP是地址 port是端口 我可能学一次课 我也会讲很多遍 然后我下次课的时候 我可能还会重新遇到 然后你听着听听着听 你慢慢你就会熟悉了 如果你去看书的话 那么你只能把它给死基因 被给记下来 所以是这些 要是去找工作怎么学 英语啥都不会 这种有点担心自己 其实英语不好的话 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可以问 有我们帮助的话 基本上不会影响你理解 然后你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积累单词 如果你担心学不会的话 其实 不存在学不会啊 只要你不太笨 其实我也遇到过一些 如果是太笨的话 自学能力真的是太差的话 我也没办法 像有一些学员的话 可能就是那种特别 特别老的那种 就接受能力有点差 基本上现在只要是高中毕业的话 基本上接受能力的话 也不会很差的 这个以及你担心学不会的话 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必要 想一下我们我们这里的 其实你报班学习之后 我们的一个服务啊 跟你介绍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上课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先把基础弄懂再说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先死课基础啊 基础的话 基础这东西 就像你自己平时去学吧 像我当初就是死课基础 浪费了我大概半年时间 才学了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现在想一下 半年时间 如果有人带我的话 我早学会了 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早早工作的话 把钱也早赚回来了 小们这个的话 上课时间 我们上课时间的话 是上二修一 自学你可能会不经常用 自学你可能不会经常用 为什么 因为你自学你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顶多看几本书买 然后写几个东西 但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学的话 我们会有作业 像这里的话 我的一个课程 像我总共是有二十多次作业 你想一下这么多次作业写下来 我不管你以前基础有多差 好吧 你这么多次作业写下来 你至少每个作业里面的一个代码 你总得懂吧 像这些代码你敲多了 你就算你一开始不会 但是你敲多了 你敲多了 你总会懂吧 像这些代码 当然第一次的一个作业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后面的一个作业 其实是越来越难的 像一些面向对象一些 像这些的话 是我们的一些面向对象的一些内容的 这些越到后面越难 因为主要是讲的一个面向对象 以及我们一些高级的一些东西 像我觉得这么多次作业 你写下来 我觉得应该不会忘 这个地方上后修仪 以及我们上课时间是晚上 八点到四点 晚上八点到四点 然后上课时间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上后修仪 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学员 方便学员 消化 吸收 消化吸收 要是还忘了 消化吸收 主要是 我觉得你还是忘的话 那么你肯定会有一些印象 你以前做过什么作业 你那时候的话 一般我也遇到过这些学员 真的是交的两三遍还是不会 但是他来问我的话 我就告诉他 再哪一次作业 然后自己去看一下你的一个作业 因为我有些作业的话 一些作业 我是有示范案例的 像这种作业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作业 其实是有示范案例的 我们的一个作业 这种有一个顶型案例 会有一个参考案例 你忘了你去看一下一个参考案例 然后参考案例会给你去写 只不过这个地方没有写注释 这里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 面向对象中的一个继承问题了 这个地方 以及我们的一个init构造函数 然后它里面的一些方法 然后继承之后重写 这个地方是这一个典型案例吧 这些内容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商务秀一 八点到十点 八点到十点 以及我们的一个解答方式 像我们解答方式 有我们的一个QQ 微信 远程协助 主要是这种吧 主要是微信 微信居多 因为我们用的普通是一个微信 然后还有远程协助 因为很多问题是出在你电脑上的 我没办法直接跟你说 你把代码截图 或者把代码发我 我可能调是成功了 在你电脑上不能运行 那么我只能远程协助 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微信交流 到时候你们加的话 是加讲师的一个微信 也就是加的是我一个微信 到时候你们有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也不是找朱尼老师什么的 所以这主要是为了方便 给你们去解答问题 以及不会出现这种 讲师在上面讲 然后客户的话 可能是加的是别人 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 你找都找不到这种情况 那是一个学员 学员取的一个名字 毕竟是一个对象 那是一个游戏人物 然后他给了一个 振兴一号振兴二号 我觉得他有点皮 但是写的笔记好 我就当做一个参考案例了 好奇面相对象 怎么情况下 目前写对象都是面相对象 你出去找工作 基本上是面相对象 这是这个 我们的一个QQ微信 允程协助 像我们这种的话 一般像我们的一个 老师的一个一对一解答 解答 包括你后期的一个 另一团环境安装 数据团安装 数据库使用 各种数据可视化工具的一个使用 包括我们一切的环境 都可以给你 环境搭建 以及各种疑问 各种疑问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解答 以及我们有一个美杰克的一个录播 录播 以及我们会有一个课件 课件 美杰克都会有课件 以及圆码 然后还有一个商科比键 永久观看 这些东西都是永久观看的 以及这是我们这一个 以及如果你赶不上直播的话 你可以拿录播视频 然后找老师单独辅导吧 去进行一个补充 最终的话我们的一个课堂 腾讯课堂都会有一个考勤记录 就是你 你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都会给你去进行一个记录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主要这种系统学 其实对比自学的一个没人管束 很难学成 以及没有太强的一个自觉能力的话 我觉得这种系统课程的话 会更好一点 像你自学的时候 自学的话 你像自知力不强 以及遇到问题 没人解决很多时候 一周的一个知识点 你可能就是一周的一个知识点 有问题 没人解决 可能你就要耗费 可能就要耗费 可能耗费 数日之久 你可能耗费好多天啊 这种情况 因为没人解决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以及自学容易被难题给扳倒吧 因为你 你想一下你自己 百度 以及你解决 解决的鸟嘛 以及还有一个拖延 还有一个拖延 还有一个拖延 你没有学到 你这个东西不是掌握的很熟练 你不想去学下一个 遇到一个新的知识点 我前面没有学会 我不想学后面的 这种的话 可以严重的拖累 会拖累你的一个学习 然后 这是这个 以及我们去学的话 就会很快了 可以来问我 我能去问你吗 能帮我也解答一下吗 我其实我 我也遇到蛮多问题的 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 有时候就很自闭 确实 有时候的话 其实很多人 从入门到放弃 从入门到放弃 那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其实自学的话 很容易去放弃 像我当初自学的话 也零零种种 从入门到放弃 放弃了好多次 就学习一次 放弃一次 学习一次 放弃一次 然后大概来来回回 放弃了三四次吧 最终我入门了 入门了之后 就没有放弃了 像很多人的话 是没有入门 所以就放弃了 因为你自学 你能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能写一个爬虫吗 或者你在学爬虫 过程中 你遇到各种问题 你清楚怎么去解决吗 或者你去百度搜 百度能收到 但是你可能收不到 因为百度有解决答案的 一个方案 但是你解决不了 所以是这一个 这是我们带你去学的 一个好处吧 一般一遇到问题被打击 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吧 我觉得 相比起来 我觉得那些报名的同学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幸运的 因为他们解决问题的话 至少解决问题 学习这方面没什么障碍了 唯一一点的话 就是他们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你说一个很难解决的bug 我看会不会 我就简单的说一个吧 就你的一个 你在系统上 就你的一个程序 我想保证一个程序 它就是一直在运行 就是它可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它可能会中断 但是中断的话 我要把程序给重启 你想一想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换一个 就我爬虫 我在爬的时候 比如说我那个爬虫 我这个代理 对吧 这个代理 我要定时去进行一个爬虫 比如说我一天的话 我可能就早上跑一次 然后我下午跑一次 以及我中间在跑的过程中 就有人来访问我这个代理的时候 我需要他 然后他没有代理的话 他自动去跑 像这种问题的话 这种问题可能对于你 确实来说有一点点难 因为它可能已经 超脱了你那些基础知识的一些范围 像基础知识的话 你这个东西 你不管你怎么学 你这些基础是 你去学的话 它永远有限 因为你的一个境界 它知识点就这么多 但是它能构建 构建出来的 能做的一个东西 就不止这么一点点了 听不懂吗 听不懂就算了吧 没听懂就算了 那个地方就不扯了 可能就涉及到实际应用的一些过程中了 像那个地方就不只是一些知识了 懵逼 懵逼的话 这和你们很多同学是一样的 你在 你自己看书学习 以及你做一些东西 类似你想象中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触及到一些知识边界的吧 今天爬到的代理可以去爬谷歌吗 这个代理不一定啊 因为我们今天爬取的一个代理是公开代理 公开代理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有一些代理已经被一些网站给加入黑名单了 他加入黑名单之后你肯定不能爬 那么你还要再做一层筛选 这里面有些代理不能用 那你要把代理给删除 其实最好的话是搞一个代理词 然后搞一个权重系统 然后好的代理 你就把它一个权重放高一点 用多一点 然后不好的代理的话 你直接把它拉黑就好了 几个人一起讨论会好一点 对啊 VIP的话还好吧 他们经常会去进行一些讨论 像VIP的话 他们也经常有一些